你说我现在工作压力特别大 而且他爸他妈吧 我都不好意思去他家了 你知道吗 我一去他家 他妈就另眼相待地瞅我 你知不知道 然后我现在 你说每天忙着挣钱 然后他还得非让我陪他 然后你说我这这么大压力 给我整的我都崩溃了 你知不知道 晚上都睡不好觉 然后趁一天休息吧 你说我好不容易 有点爱好看会电视吧 他得跟我抢着争着看 然后还让我看不起好听 你说给我整这一天都崩溃了 那怎么办呀 所以说我们不适合了吗 我都付出这么多 你还是选择跳舞 舞蹈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这姑娘挺委屈的 觉得其实挺爱这个男孩子的 虽然他不公开 虽然家里人不太支持 但你坚持了两年了 是吧 也不舍得分开 我特别想问男生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理解在舞台上的那种反串 但他至少是半成女生的样子 但这一男人就是 就是一大老爷们的样子 就跳那么妩媚的舞蹈 你说他好看在哪 因为吧 因为现在吧 我是教爵士 就是很多种 因为大家现在需求的不一样嘛 有的人他就想学性感的 有的人他就想学帅气的 有的人他就想学什么韩舞啊 什么的 都有 所以说我都得教 我知道了 学性感的多 对 好挣钱 其实我倒是支持他的说法 就作为一个舞蹈教练 其实学员想要学什么舞种 如果自己擅长 倒是教教也是 我认为还是一个职业的要求 但是他整天就是在舞蹈时太忙了 根本就没有一点时间给我 但是你说你现在趁着年轻 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舞蹈 都是因为舞蹈 我今天有课 明天有课 大概情况都清楚了啊 也没那么复杂 但就是有点难办 该怎么办呢 来进入求比特问卷